有點超越信仰 觸碰到看不到的東西 會難免會受到一些阻礙 有人做一份的努力 你會多人兩份三份 這補身越飽 你啊 越吃老越剩命 整個世界是有說 他會幫忙看小三的事情 今天呢 我們要來體驗一件事情 阿寬的家人 他們已經有來過這邊 來過了兩三次 大姐啦 對 然後他們覺得呢 好像其實自己來到這邊之後 有一些改善 我本身就很喜歡算命之類的東西嘛 所以呢 我今天就是來體驗看看 但是呢 其實我們也不一定 可以成功的去體驗 因為好像要先經過他們的同意 就是寶貝之類的 聽說來會被打槍的 對 還蠻多人會打槍 就是如果你是抱著來說 來踹踹看啊 不幸的感覺的話 可能就不一定會有 那就看緣分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就是還沒有開始 我們剛才先寫了一些資料 然後去拜了拜這樣子 我們等一下就是順其自然 看怎麼樣就怎麼樣 對 你會緊張嗎 有一點耶 因為這個有點對我來說 有點超越信仰 觸碰到看不到的東西了 就是關元城 對 我之前其實都是在那種 細說台灣才看得到 以前我們認知的雙命都是那種 看看你的生辰八字 指揮斗樹什麼的 但這個是他直接進入到 另外一個世界 我大姐是那種就 嘴巴很會講話 他蠻信的 然後就一直說服我們 沒錯 而且很難定位 對 我們現在是下午的兩點 然後他在台南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兩個都是第一次嘛 你有想要先嗎 你先啊 我排啊 我也想要派你啊 那我先啊 你們兩個都第一次關元城宮嘛 是 因為現在要陳黃元 他允許有沒有 嗯 就是國立的一月 到明年的一月 這一年當中 本身的運途 如果說允許的話 他會 帶我去關元城宮來做整理 在生活當中 有沒有特別困擾的事情 我覺得目前都蠻順的 現在有懷胎 希望你先順利 第一次關元 就代表說 你後面的運途 還是跟現在持續一樣 後面這一年的話 還算是蠻平順的 好 今天來 不關元城宮 其實不是不好的喔 是好事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問 黃玉祥 你在生活當中 有沒有特別困擾 什麼事情 要請陳黃幫忙 幫你解號的 嗯 就是 一樣都是還蠻順順的 好 現在我就要請去陳黃也號 好 需要喔 其實夫妻幾乎都會有一個會乖 最主要你的運途更好 你會忽悠到他 你會幫助到他 欸 沒想到你不用耶 你是很完美的 對 但這樣我要是不是感覺我有點不好啊 我們今天要來看的其實就是這個元城宮 其實它好像是另外一個世界的會有這個東西 對 然後像是他有廚房客廳或是跟你的花園 所以他們會加強 就是例如說你的廚房很亂 他就幫你整理 嗯 然後廚房好像是看財運嘛 對 財富 這個意思好像是 如果你原本你覺得自己的財富的那個機會不多 然後來這裡他幫你整理之後 可能就會有一些好的改善 就像我姐夫蠻厲害的 他就是想說他不想要一直用勞力去賺錢 所以他就來這裡關元城看看 結果那個關元城把他的那個廚房整理一下之後 他就成長去變那個管理的主管 變成在辦公室的 做業員的主管 對 然後他這個好像就是一年關一次 那如果大家要的話 好像是要用他們的LINE預約 對對對 因為我已經預約了一年了 我們這個實際上是運氣好 因為我們是約不到 我們去見的位置是因為有人剛好不來 我們去補位的 等一下就是查完資料 就要去整理了 OK 開始了 好 每一個人的元城公 就像我們環甘 爭壇有沒有 三合院 你知道嗎 家廚啊 一般每一個人都印模印像 不過家裡的不一樣 就是他的建築 材質 不一樣 代表你這個人在構成 我現在收到 就是房子廚 那上面有沒有 好小的 瓦片的這樣子 因為原先說裡面 每一家的景象都很古早 還沒在你的家的門外 在對岸 對岸就代表說有沒有 以前有像那樣的客廳有沒有 我現在要請教你 你在年輕的時候 還以前你特色的時候 你有打工嗎 特色的時候有 有 一定有 為什麼我要問你 因為水是材水 所以說這種人有沒有 他們都會那麼厚 我要走過去 在旁邊有一個 好像有點竹筏 古早的竹筏 我要滑過去 你知道你知道嗎 因為 所以這就代表說 這個水不是牽牽啦 起了之後有沒有 是不是會害 代表說有沒有 你本身啊 你要做一件事啊 思考了很久 大家就去之後 我想要用手 用竹筏滑手 兩隻手的關節啊 包括肩頸 因為你滑的時候動作 這邊肩頸也會影響到 所以一定會痠痛 最主要手會容易受傷 跟你說完之後 我已經已經過去了 過去之後 草坪 我現在打魚之後會軟軟嘛 因為草坪是軟軟的 我現在完全講 我裡面都是湯匙坑的 打魚之後是會刺 代表說你一路走來 現在說說的 你要回想你進場 好 其實你在生活當中啊 都一些言語的有沒有 確定酸鹽酸鹽 對對對 你後幾樓啊 別人說什麼 你不要去聽 你的娘文有沒有 難免都會遇到這些人 你住的地方 不是說像一般 一般空曠的地方 樹林進去有沒有 可是一下子就看到你的房子了 誰來生氣 在家裡的門口 代表說 其實有時候做什麼工作 有時候有沒有 會難免會都受到一些阻礙 別人做一分的努力 你要多人兩分三分 這樹沒有很多 所以說還OK 我現在已經在你的家的門口頭了 我剛才有說嘛 你是裝瓦片的 一般你本身有兩個構成 房仔廚代表你本身的脾氣 它是算不錯 不過你有隱藏式的脾氣喔 你脾氣也不太好耶 旁邊還有一些樹 三棵樹非常高 現在這樣看起來之後 其實你穩度算不錯 因為有陽光照射 而且窗子不是說很多 這代表說啊 你本身啊 有祈禧的願望 希望能夠達成的願望 是嗎 有 最主要有沒有 你的灰塵有那麼高 灰塵就代表煩惱 所以你很厲害 我先講 的家裡的東西 好的東西 不好的東西 其實都代表一項事情喔 會說會不會都笑眉眉 會說 他的行為舉止 跟你繁肩的很相同喔 你都人人好 不過你眼睛很敏銳喔 就是不會得罪人家 對啊 所以說現在會說笑眉眉 第二個節奏就是說 跟你的個性很像 衣服穿得很經濟的 你的完全中的房子都沒問題 代表說你的運度 這個一年度其實不錯 每年會不一樣喔 周圍都是草坪 只有那三棵樹 可以湊掉的 盡量快湊掉 湊越邊越好 尤其是家裡頭前的門口店 要湊越邊越好 唯一喔就是要讓你後面去路了 發貨的空間更多 所以主要一間家裡 一定有一個門牌喔 我完全用裡面是柯林的名字 我一定要請回公 把你的門牌的名字 一定要穿上去 這個門牌代表你 你的人面人格 一般的門做的都不一樣 你是兩邊開的 代表你這個人 重要的事情 你會穿上去做 我鎖碎的事情 你會把門牌去處理 是不是這樣 對啊 你的門縫太寬了 我請回公 你一定要把他們門修理得好 縫太寬了 會形成灰塵都會走在裡面 我鎖碎 滷滷滷滷的問題 都會出現喔 天天勝如華喔 這家不居小鞋 最主要你的名字都不大方 代表你這個人不敢說 很大方 天氣穿不穿耶 唯一缺點有沒有 我在這個角度有看到一個 像這樣 差不多高度像我的標準 來裡面有放一些 像我們身體有沒有 現場那些工具 代表你這個人其實也要做 簡單說很勞路 把你拿一些車來有沒有 你會涼涼的做 喔好 這樣好 我現在很看的有一個 新租 新租就像我們家裡的紅街道 你知道嗎 我知道 會心心咬咬咬 整起來四條腳 其實人生美觀也很好 嗯 買年賺年賺年賺 其實喔 新台北 現在新租有電費 這是最好的 喔 代表說喔 你一樓走來 你現在在做三次新租的 嗯 新租主婦 有的人不是喔 沒有電費 大家在電費 現在像我 一天到一天 沒有廟廟都知道嗎 新租來這裡一定有一支 修好心 這修好心就是你 在家裡嗎 好 好 OK 新租 路的電費 那一斤 那一看 這公租 喔 這公租嗎 最主要 租主婦 有些時候 會去你的家 坐坐坐坐 嗯 補廟裡面 有錢 籌碼 也沒有辦法 就是你在上網 當中的 桌子 大家去做 一些公益 放一些裡面喔 這補廟越壩 你啊 越嚴重 老越好命 嗯 喔 這很重要 在 哪裡四角形的 它本身啦 其實說話也很清楚 很白話啦 你也在說話的地方 又再改變 像說 要交給你四角的 跟旁邊 就幫你搬他們 喔 圓潤一點 如果有 旁邊 像說一定有交代 恢復恢復 把你一條椅子拿掉 做像我現在坐在這個 靠背的椅子 這就代表 像說要做你後面 一堆桂林的人 在你上網 當中 一堆桂林 桂林的朋友 是不是 他的書頌就比較健康 現在唯一最重要的 要找一條民間 就是你的三分七條 你的毛巾都沒看到 形成一些因果病 所以藏的地方 的含意都不一樣 在這個旁邊 那裡有一個窗戶 在那上的腳那裡 你藏在那裡 你這個毛巾變得會很潮濕 慢慢因年紀漸漸增長 一些痠痛 在食物上啊 或是營養品上有沒有 都多補充啊 帶來我現在天空來看 你的頂頂都在監管心喔 監管心就是你的肺 腸胃監管到頭 一些囉囉嗦的毛巾 會出現你的上半身 為什麼要這樣整理啊 你的整理靈體喔 你本身的肉體自己也要補呢 靈體有幫你處理後 你在後有一些毛巾 要你看醫生 一定會扔到幾人醫生 噢 照片喔就是營養了 你後面問 打開這樣 照算是中型的照 代表說你本身色學做老闆 都盡量要這樣補修的 不可以壓心太大 你要跟時間再耗 就穩定下來 現在我有看到你的肺 這肺就是像以前的 現在就中肺 中肺就代表說你現在對你的生活 就是你的家庭啦 那你的手藝其實都還OK 不過唯一缺點啦 現在要用木材要開火 不用擔心 你用兩倍 你的材貨算不錯 所以說要等我們啊 你木材要蓋啊 木屑是會越來越多 對啊 木屑鐵條的啊 代表這個人一定有多一天 他們金錢的卡關 盡量在什麼當中 不要有錢而已 來操環 中肇啊 有稍稍蓋蓋蓋蓋蓋蓋蓋 你是不是之前有少人錢 有的人沒賣錢 應該 有法 小費說今天要給你補起來 聽說要聽新的材利 材水由你 用心 材利就是要你僵錢 材水就是你的材質的進材 新的材質 一定都會說要蓋 有什麼 我現在旁邊有看到耶 旁邊那邊那邊 上面有放那些 像有點小窩有沒有 對 那裡面有沒有 就像我們旁邊的調味料 調味料 也要穿蓋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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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 代表你本身啦 不會夭壽啦 這個東西算是飽呢 這個機率很小喔 聽說你只是在家裡賺錢 也賺錢啦 這個窩土有扣別 這是最好的 窩土就是代表你的這個小家庭 上面有放一些雜物 我請客說把這個菜圖上面 那些東西清掉 今天你有聽你完全說 可以趕快把它清掉 如果你沒有的話 百分之百 可以說嘛 後半段有沒有 開始壓力會越來越重喔 啊最主要就是你的房子 問有一點點一小窩喔 有放一小窩 一窩就代表說有沒有 你阿嬤 有兩者要討論事情 有兩者會進來進去 一般的碗 最怕看的碗會起來 不過你們的碗會這樣開的 就是正常的往上的 這是正標準的 在家裡就是會越來越重心 太快會越來越重 你現在要出事這個海裡 在後來 好調皮啦 聰明你懂意思嗎 懂 在教育方面有沒有 可能會比較累 比較辛苦 才好好跟他溝通 照他大致這樣整理就可以了 OK 聽說說 我叫你要注意尾燈耶 我看到米塘 睡會有那麼重 照片 客廳其實都還不至於很髒 房間門 我現在打開門喔 打開門 也有燈火 也是更的一目了然 很清楚 裝人床 梳妝台 哇很古早的 哇小小的抽屜這樣子的 還蠻多層的喔 旁邊有一個衣� 牆壁啊 也有放很多 小孩子的玩具 我像這樣 冷… 古早的 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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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是頭一胎嗎 不錯 喔你還會有一胎喔 你的生人臨場就代表說 你本身一生當中會結婚 所以主要那個顏色 太過綠 深綠色 深綠色會形成之後有沒有 你們生活當中有沒有 會慢慢的有沒有 比較沒有情調 說在這邊賺錢而已 對啊 喔我請回公去把你的床單 床照 哇 餵小碎花的喔 嗯 金袍啊 因為你中間還有一個小縫 嗯 我請回公 把你們兩個人的金袍放一下 哇 讓你們的想法有沒有 更相同 現在有看到你的臉床 喔 錢很多 這個臉床放久了 有臭味 會影響到夫妻感情喔 這樣不好 所以說 而且這個也包含說 這個就是你從以前到現在 到今天為止啦 你太過分了啦 我請回公 全部都清掉 把你的身心垃圾全部都清乾淨 對阿 你紅毛一間喔 會比較圓圓 剛才我請回公 把你的床 擦得越清淨越好 嗯 因為你的靈 每天照照照自己 是要看自己越來越厭 對阿 要讓你眼睛更敏銳 看這我這個打開啊 喔 也蠻多一些飾品耶 對你本身的瓦標也是蠻重視耶 對啊 呵呵 所以它裡面有空洞 空洞會代表說有沒有 當事者有沒有 現在褲狀魚有沒有 非常的孤單 現在你的床床算是還OK啦 我也希望回公 你新穿更多 把你的床床用更快 聽說最重的就是這個衣櫥 裡面一定有放乾淨的衣服 跟黑草草草的衣服 這一年月日時間都安排好了 什麼時候出現好事情 什麼事情不好的事情 都安排好了 不好的衣服 黑草草的衣服 回公現在在這裡 可以等到快等到 難免會出現一些阻礙的事情 我現在看到秀發鞋的 男生一定是藍色的 女生一定是紅色 或是粉紅色的 都會放在臉床的前面 這就代表說你 老母子會過一生 然後窗戶 我現在看到你的窗戶是扛起來的 我請黑草稍給你打一口 結婚絕對不能開太快 也不能扛掉 因為我們人一定要有紅色 女生沒有錢也要有紅色 小孩跟小孩也要有紅色 感情才會好 所以一定要去一口 不然你們母子 可以百分之百方針 外面沒有鐵花 小綠灰就代表浪費 沒有 房間一定要叫一些很熱鬧的東西 家庭有沒有會更活樂 總結就是要看你的手 我看他看他手 身體狀況好與不好 太茂盛啦 也有點缺點 會密集在一起都沒有去修剪 因為長一些 肢體上的器官會受傷 所以回家說 在那時候要修剪 生了好 氣增下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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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生活當中 有些好東西 在生活當中出現 身體好 都有營運 我們剛才的時長大概多久 一個多小時 還好吃一個人 如果兩個人的話 可能要到晚上 剛才全部的花費 就是1800元 那他們這裡是使用現金 我覺得他跟算命的感覺不太一樣 算命他會算你之後 但這個還是在你看你過去 你可能過去會發生什麼事情 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可能說不知道 他只是幫你改善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蠻恐怖的就是 他說我小時候到大有沒有那種 上半身的不舒服 我那時候完全忘記我小時候 其實中了眼 他跟我說什麼頭啊 多什麼眼睛 我才發現我有中了眼 所以你覺得有一些地方其實有印證到 然後有一些地方我覺得 可能就是比較還好 他們可能是說還沒發生 信者很信 所以我覺得你好像對這個感覺還不錯 知道你的過去 因為他過去比較好驗證嘛 我是這樣覺得啦 因為未來我沒辦法驗證 他過去我就比較有那種神力其境的感覺 畢竟那是我自己的 只是因為他一直說阿寬很勤勞之類的 這點的話可能就是你的一些隱性吧 有可能 如果我不勤勞的話應該看不到現在的頻道 喔也是有道理 小孩子想要來算的話可不可以 他說呢就是建議在國中之後 他比較聽得懂的話再來算這件事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我一定要跟他講 我們在剛剛關的時候 那個師姐是有說 他會幫我們看小三的事情 我怕如果大家可能有這種 這方面的疑慮就不要來 可以百分之百放心我現在是沒有 那太好了 對嘛 然後他說我們兩個的什麼秀滑鞋都放好 放在床的位置 之類的 所以我們兩個會好好的走這樣 對就是一輩子會這樣子 希望是這樣 等一下我還想做個最後最後的大節目 好 最後呢我還有問詩姐問說 所以我這次沒有關到的話 那我下次要什麼時候來 因為我想說會不會這輩子都不行 或是呢你可能隔幾個月來再問一次 沒有他說一年的啦 對一年一次 所以我今年就是沒有這個機會 今年是安全 然後就可能明年再看看這樣子 所以如果大家來然後被打強的話不要緊張 因為那是一件好事 是因為你代表今年是順遂的 因為其實我一開始來想說我被打槍的人 是不是都是不相信這件事的人 可能也有 但是我是非常相信的人 對 就是我現在還被打槍的人 就是代表你很順遂 那也有聽過是被打槍是 陳華為認為我把你看了你也不信 那我乾脆就不理你 之類的 反正就是我覺得如果你是信仰的 但是你被打槍不要緊張 代表你會過得很好啦 沒錯沒錯 就是這樣子 好啦下次再見啦 拜拜 這是個奇妙的體驗 哈哈哈哈 Sometimes you're physically bound down But mentally gone Ten years ahead You dream of something you don't really want And when you return everyone has moved on Follow tradition you do this and that Please serve on